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今天下午召见所有马来统治者商讨首相丹斯林慕尤丁前天提出的防疫建议 除了杰兰丹统治者其他州属都出席 历经两个半小时会议在五点结束 国家皇宫随后发文告证实慕尤丁的确建议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不过陛下和各位统治者商量后认为政府已经成功控制疫情 现阶段不需要在国内任何地方颁布紧急状态 陛下更提醒所有政治人物停止一切政治手段 不要破坏国家安宁 首相慕尤丁率领内阁直奔关丹 向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提出防疫建议 外界随即盛传慕尤丁要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在非政府组织和在野党一片谩骂声下 苏丹阿杜拉陛下今天中午12点20分率先回到国家皇宫 准备召见各州马来统治者商讨对策 谣传了好几天的经济紧急状态 是否真的要颁布 关键就在今天了 那现在是下午1点半 第一辆马来统治者的专车已经抵达了国家皇宫 其他的马来统治者呢也会陆续前来 准备和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开会商讨 是否要接纳国盟政府提出的防疫建议 那当中可能就包括了颁布经济紧急状态 先抵达国家皇宫的是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雪州苏丹沙拉府丁殿下也在下午2点进入皇宫 紧接着是吉达州苏丹沙拉府丁殿下 邓家楼 森美兰 玻璃市 霹雳和彭亨统治者也陆续底部 不过吉兰丹苏丹并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 会议在下午2点半开始 历经两个半小时 直到傍晚5点 各州统治者才陆续离开 国家皇宫在傍晚6点半发文告证时 慕尤丁确实向陛下建议颁布紧急状态 以便尽快控制严峻的第三波疫情 不过陛下和各位统治者商讨后认为 政府目前已经成功 而且有效控制疫情 陛下相信慕尤丁领导的政府 能够继续落实有效的措施来对抗疫情 因此现阶段完全没有必要 在全国或个别州属和地区 颁布紧急状态 陛下再次提醒所有政治人物 停止一切充满政治动机 会破坏我国安宁的行为 他也促请国会议员 不要再以不负责任的行为 试图动摇现有的政府 陛下强调 即将在11月6号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对人民非常重要 国家急需要重振经济 尤其前线人员迫切需要拨款 才能够继续对抗疫情 陛下了解 人民十分焦虑 因为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新感染群 不过他有信心 只要国人放下政治承建 全民不分彼此团结一致 尽全力配合政府 一定能够更快打败疫情 八度空间林小彤 吉隆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